女人来自2091年 有着穿越时空的能力 为保护地球不受太阳风暴影响 她从2091年穿越到1997年 建立了保护地球的防御网 可她却不得不杀死一个清洁工 因为清洁工不死 她就得死 这天晚上 福晓来到士河家中 士河把穿梭时空的事告诉福晓 两人就此展开讨论 假设清洁工没死 幽灵就会消失 所以幽灵是为了建立防御网 才狠心杀死清洁工 可现在太阳风暴已经被挡住 为什么还会有人死亡 一旦把福晓送回去 福晓一定会跑去地铁站 于是他提前释放金马路 所以清洁工大婶才会被金马路杀死 幽灵一直出现在金马路身边 而且金马路一出事 幽灵就会消失 由此猜测 幽灵和金马路之间或许有血缘关系 就在两人想的入神时 士河母亲来送茶水 看着全母的背影 福晓不禁感叹 虽然他也不想大婶死 但毕竟大婶一个人的死 换来了三个人的手 副局 孙玉珍和全母 但士河却说是两个人 因为幽灵给母亲注射的是维生素 这就让人想不通了 幽灵是故意让自己中强 而且他还知道网格故障是假的 否则他就不会假装伤害全母 可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从1997年开始 幽灵就一直出现在金马路身边 很明显的让人看出 是他在保护金马路 可他真的是在保护吗 如果是 就不会当着金马路的面杀死其养父 现在迷雾重重 首先要做的是 解开幽灵和金马路之间的关系 带着疑问 福晓来到曾收养金马路的保育院了解情况 不巧的是 被赶来的傅局看到 傅局并没有发现傅局 随后他把金马路合金人的样本拿去做检测 与此同时 傅局向保育院长了解情况 当时院长看到金马路时 金马路像是被遗弃 而不是失踪 之所以这样认为 是因为有障碍的小孩常规被遗弃 金马路刚到保育院时 一句话都不说 院长以为他天生有语言障碍 所以才断定他被遗弃 由于金马路不说话 院长只能给他重新取名 重新登记出生记录 所以金马路时为理事员的记录被完全删除 可有一天 金马路突然开口说话 院长这才知道 金马路是受到创伤 得了失位症 想必创伤就是养父的死亡 关于金马路在保育院的一切 傅局不想知道 他只想知道傅小问了什么 傅小是为了调查幽灵和金马路的关系 询问的自然是有关幽灵的问题 不过院长并不认识幽灵 当傅局拿出照片后 院长这才确认 傅小也让他看过这张照片 同时让他看过照片的还有综艺 傅局非常疑惑 傅小明明只是刑警 怎么比管理局还知道的多 回到管理局后 傅局试探了宋玉珍 从宋玉珍的表现来看 不是他泄露消息给傅小 既然不是宋玉珍 那就只剩适合了 回想起适合昨天的表现 傅局更加怀疑 于是他调查了昨天的监控 监控中显示 适合上一秒还在打电话 下一秒就突然摔倒在地 于是他又查看了 1997年那晚的监控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97年当晚看到的全博士 着装剑和适合昨天穿的一样 此时傅局终于明白 97年那晚出现的不是全博士 而是适合 他询问保安 昨天适合身上带了什么 才会出发安全警报 保安老实回答 是一本杂志 回想起适合阻止幽灵杀自己 保安怎么给适合发信息 不过适合此时在陪伴母亲 并没有看到保安的消息 得知一切的傅局来找适合 一直不停的试探 可适合打死也不承认 曾穿越时空 这时傅局的手机响了 原来苏玉珍通过监控 发现金马路 并派人抓住他 傅局挂单电话 仍不忘试探适合 让适合和他一起去管理局 并把金马路背部的消息 告诉适合 看着适合震惊的表情 傅局发出疑问 难道见过小时候的金马路 就对他产生感情了 听到这里 适合似乎想到了什么 在去往1997年时 他曾问过幽灵 自己还剩下多长时间 想到这些 适合决定和傅局返回管理局 不过要换套衣服 傅局挺有能耐 趁适合换衣服时 他打电话给适合 是在通话中 于是又打给福晓 也是在通话中 这下他确定了 是适合告诉福晓一切 适合确实联系了福晓 他把金马路被抓的消息 告诉福晓 接着还想说点什么 就被福晓打断 因为福晓接到一通重要来电 适合非常落寞 他好像知道 自己这次怕是有去无回 另一面 福晓接到的是医生电话 DNA检测报告出来了 结果却出人意料 幽灵和福晓竟然有 同样的线粒体DNA 也就是说 福晓和幽灵有母系血缘关系 而且金马路和幽灵也有关系 不过只有13%的基因相符 这就表示金马路和幽灵 可能是前后代关系 所以福晓和金马路 都跟幽灵有血缘关系 一起话下来 听到福晓目瞪口呆 与此同时 傅局带着社盒来到管理局大厅 金马路也在这里 看到金马路 傅局直接叫他原名 见金马路没有反应 傅局继续用言语刺激他 甚至把社盒推了出来 这时 金马路终于想起小时候的事 对着社盒扑了上去 他想起来了 是社盒杀死他的父亲 众人本想上前帮忙 却被傅局拦住 原来傅局想一石三脅 既确认金马路是清洁工的儿子 又可以证明社盒回到过1997年 而且还能引幽灵现身 不过可惜的是 幽灵并未现身 最后傅局只能下令将两人分开 适合被带到实验室 就在局长准备询问他时 他一股脑的全部说了出来 1997年画面里的人是他 是他拿了幽灵的装置回到过去 不过装置的作用他并不清楚 而且他已经把装置还给幽灵 局长听到这里 心肝脏肺都疼 好不容易得到装置 适合这个傻蛋又送了回去 而此时 金马路被带到一个密室 一名特警偷偷把监视器贴在他身上 他们知道 如果把金马路看得太紧 幽灵是不会现身的 所以他们故意给金马路 创造一个逃跑机会 让金马路带领他们找到幽灵 这时 福小也来到管理局 他想询问金马路一些问题 但却被挡在门外 下巧宋宇珍出现 带走和特警僵持的福小 他不明白福小为何执意要见金马路 福小也懒得告诉他 既然见不到 福小只能放弃 就在他开车准备离开时 金马路从后门跑了出来 然而就在此时 一个女人骑着摩托车出现 挡住福小的后视镜 所以福小并没有发现金马路 当金马路逃离后 神秘员骑车呼啸离去 其实这一切都是管理局的阴谋 为的就是利用金马路引幽灵现身 副局还监控了附近的磁场 幽灵经常穿越 磁场一定高于常人 所以只要跟着金马路 拍照他身边磁场高的人 就能抓到幽灵 监控许久 终于发现幽灵踪迹 外勤人员立刻前往 就在这时 一名男子故意撞到金马路 转移了他身上的监视器 导致管理局跟丢金马路 副局猜测 金马路身边的信号 是幽灵故意现身 为的就是帮助金马路逃跑 于是他下达命令 一定要找到金马路 把金马路带回管理局 他们不能陪了夫人游哲兵 而此时躲过追捕的金马路 遇见侍河 脑海里都是侍河杀死父亲的场景 他要为父报仇 趁侍河不注意 抄起家伙直接灭了侍河 临死前 侍河想起幽灵的话 只要太阳存在 太阳风暴就会构成危险 不只是在侍河的时代 在幽灵的时代也是 所以他才回到97年 构建防御网 侍河不明白 到底还要牺牲多少人才能完成 幽灵没有说话 而是直直的看向侍河 侍河终于知道 下一个要牺牲的就是他 可他不愿这样死亡 他死了 母亲该怎么办 幽灵也不知道 他穿越过很多次 想找其他办法 但是都没有找到 也就是说 此法是唯一的出路 天命难为 侍河只能放弃挣扎 但他想知道自己还剩多长时间 幽灵并没有告诉他 回想起这些 侍河流下泪水 他唯一担心的就是母亲 他也想活下去 但他办不到啊 另一面 幽灵正在晚夕 适合的离开 周围时间突然停止 可他明明没有启动装置 时间又怎么会静止 只能说明除了他 还有未来的人来到这里 不等大家想明白 时间就回到金马路逃跑时 这次幽灵没有来得及 阻挡扶小视线 扶小从后直径 看到了逃跑的金马路 立刻追了上去 途中遇上侍河 适合为了扶小安全 拔掉身上的监视器 并劝说扶小不要再找金马路 可扶小却不听劝 无奈之下 适合只能透露金马路行踪 随后两人都朝那里赶去 没找到金马路 两人就站在路边聊天 没想到金马路 就在两人身后 这次金马路盯上扶小 就在他准备下手时 幽灵出现 静止时间打算阻止金马路 结果神秘男出现 直接带走幽灵 神秘男手中也有神秘武器 两个能瞬间消失的人 缠斗在一起 适合和扶小这边没人阻挡 最终还是发生命案 适合为保护扶小被金马路打死 而金马路则被扶小击杀 当幽灵打斗完毕回到现场时 适合已经死亡 这时 傅局发现幽灵踪迹 就在他们身边 不等他们动手 幽灵就暂点时间 等时间再次恢复后 幽灵和神秘男子已经消失不见 傅局通过监控发现 原来之前有两个幽灵存在 可现在说什么也晚了 管理局一个也没抓到 不久后 适合的葬礼如期举行 就在大家静默时 傅局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他不顾周围异样的目光 出去接听电话 电话是有关幽灵的 看来在傅局心中 抓住幽灵才是最重要的 终于看不惯他的行事风格 把车钥匙放在车上离开 无奈之下 傅局只能自己驾车 自这场风波过后 幽灵和神秘男子仿佛消失了一样 时间已经过去一年 傅小拥有一个可爱的女儿 但不知道父亲是谁 这天 孙玉珍来找佛小 突然要带他和孩子离开 仿佛这里要发生大事一般 两人离开没多久 城市就开始发生爆炸 就连管理局都没能幸免 而且保护地球的网格也逐渐消失 这时 神秘男和他背后的人出现 幽灵被他们抓了起来 生死不明 而另一边 孙玉珍带着佛小来到郊外的一间仓库 这时 奇迹发生了 本来已经死亡的士盒竟然出现在这儿 还有被囚禁的幽灵 幽灵抱着孩子 众人一起进入仓库 迷惘追凶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